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大利亚的天文爱好者们即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享受到一场冬季的视觉盛宴 因为两场流星雨 宝瓶座Delta南流星雨和摩羯座Alpha流星雨将接连照亮夜空 据报道 宝瓶座Delta南流星雨的峰值将出现在本月下旬 与摩羯座Alpha流星雨同时出现 为夜空增添一抹亮色 宝瓶座Delta南流星雨每年都会在北美洲的夏末出现 而今年 南半球的观测效果应该会更好 在黑暗的天空下 预计每小时可见15至20颗流星划过天际 与此同时 摩羯座Alpha流星雨每小时也将产生约5颗流星 据美国流星学会称 宝瓶座Delta南流星雨将持续到8月21日 而摩羯座Alpha流星雨则将持续到8月15日 那么流星雨是如何形成的呢?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流星体环境办公室的比尔库克解释说 当彗星或小行星在齐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上移动时 会在身后留下碎片 如果地球穿过这些碎片轨迹就会产生流星雨 流星雨发生的时候 地球会穿过彗星或小行星留下的碎片轨迹 所以当彗星在齐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上移动时 它们会在身后留下碎片 如果其中一些碎片轨迹接近地球 我们穿过它的时候就会产生流星雨 当这些太空中的岩石碎片进入地球大气层时 由于空气的阻力 它们会变得非常热 导致周围的空气发光 并在它们身后短暂地留下一道炽热的尾巴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流星 流星雨通常在午夜到黎明前的这段时间里最为壮观 远离城市灯光的黑暗天空 是观赏流星的最佳选择 当夜空晴朗无云并且月亮较小的时候 流星雨的光芒将最为耀眼 如果您计划观测流星雨 比尔库克给出了一些建议 你只需要用眼睛观测 因为你想尽可能多地看到天空 平躺下来直视上方 带上趋纹剂并避免观看手机屏幕 因为它会让你的眼睛离开天空 并破坏你的夜视能力 对于南半球的天文爱好者来说 这将是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 而下一场主要的流星雨 阴仙座流星雨的峰值将出现在8月中旬 宝平座Delta南流星雨是7月份的两场流星雨中 持续时间最长的 它们富含小而微弱的流星 所以你要明白的一件事是 如果你想看到宝平座Delta南流星雨 你必须去乡下 在城区或市区的灯光下是不可能看到的 此外南半球是首选 所以如果你想看到相当数量的 宝平座Delta南流星雨 你需要去到赤道以南的地方